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他是选举行程 第一站当然是新韩部习以州 接着连续两个红州 这个是特朗普的行程 他这里讲到明 他说美国是需要一个 能够一上任一日之内 就能够处理到任何问题的总统 他已经准备就绪 为什么特朗普这么急 当共和党的初选还没提名 而拜登都还有一段时间 要出了国情之文 才决定入不入宅的时候 为什么特朗普这么急 在中期选举之后 就第一个决定参选 美国总统2024年 其实都昨天 昨天正式开始 他的2024年的选举之旅 跟着开始承转着他的特朗普专机 特朗普一号 跟美国的空军一号一样 开始一个选举的旅程也都开始 因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已经主席花乐隋家 已经名花有主 稍后我们先讲 先讲了特朗普 因为现在党内 最大的对手 就是德桑提斯 很多人都支持特朗普 支持美国优先 而特朗普和德桑提斯很迟 特朗普事实上 也都公布了 就是他 他 不停地 给压力德桑提斯 就是我出来选 你不要出来 你出来选 分分钟你有后果 尤其先下守卫强 想办法进修天下的兵器 所以在这场 或者昨晚一年赶两个州 所谓的演讲会 他是对德桑提斯 是有压力和未然 因为两个基本上 很多的共同的东西 是好似 德桑提斯 我相信也都不会成为了特朗普的一个拍档 因为两个人太似的话 你的政策各方面 你都没办法走下去 但是德桑提斯 为什么会成为了特朗普的民共和党里面最主要的对手 就是因为他年轻 由选到佛罗里达州州长 在下一城 而彻底地将佛罗里达州 由一个摇摆州份 变成了一个红州 这个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特朗普要将潜在对手 打低的话 他必然要提早竞选 就是说你还没动的时候 我动了 然后矛头就将第二的德桑提斯 摆了出来 虽然德桑提斯低调 没说过出来选不选 但是他一定要将你打下来 确保到他2024年之路 是没有任何的阻碍的 因为其他根本上包括 克利彭斯 蓬佩奥 你们全部都不是他考虑之力 也都威胁不了他 趁着现在民望更高企 没有什么变化 你提早宣布参选 接着开始做选举活动的话 这样潜在的对手 或者想出来选的对手 他们就会多番考虑 因为他们如果没有胜算的话 他就不会宣布参选 就是我们叫什么 防范于未然 处理事件 就是消灭于盟牙当中 这个就是特朗普的做法 昨天开始 2024之旅已经正式开打 在这里也有各方的民调 特朗普依然是共和党 共和党一 他排名No.1 和德桑提斯 大概还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 你说是不是领先很多 表面上是 但实际呢 实际不是 实际上 特朗普的声望是一直跌 你不得不承认 最低的曾经有主流的民调 甚至说他已经输了给德桑提斯 这个就是他做法 他表面上就是压制着德桑提斯 不要希望他成为挑战者 第二就是开始说他过去四年 还有开始不再单一这样摆在他过往所有所有的叫做2020年的选举的事务上 就是那些到现在都未经证实 但当然我们知道那些是真实的选票 而是真真正正是针对民主党 他过去这两年拜登出来的时候 他做的任何任何一件 就是说不见得人的事 而摆在一个重点就是说 开始针到在政策上高 指向民主党 甚至在这一场的演讲里面 他讲到明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你的小孩在校长这些委员会上高 跟着下下用性别去决定了你的人 下下用种族 或者用一些变性人 就是他们讲的变贓皇后 他屠毒自己的小孩的话 那麻烦你投票给他 他会希望所有的校长 或者一些学校的委员会 全部由家长一人一票选出来 彰显到家长的忧虑 和家长他们想的怎么样 那我相信这些会得到 大量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其实不单只是炮打拜登 压制德桑提斯 而更重要的就是 这一次开始直接这样 这样就是触动到 触动到就是美国所谓的叫做中间选民 因为真正影响选举的话就是中间选民 特朗普开始了他的选举之旅 我们尽管拭目以待 看看能不能够胜出了初选 然后跟拜登咬一下手瓜 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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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